这个女人太神了 她是用手造人的当代女娲 被誉为中国版杜沙夫人 一双巧手专业造人二十年 骗过百万观众 却被无数网友怒赞 专发分享必须让更多人都开开眼 先看看这张圆龙评院士手拿盗碎 慈祥微笑的图片吧 你敢信吗 这并不是真人照片 而是用人的双手一点一点 捏出来的蜡像作品 放大看细节 连毛孔 血管 甚至常年在户外科研的晒斑 都清晰可见 再看看这位正在纳鞋底的老太太 拍照的摄影师 下棋的老人 每一寸肌肤 每一条皱纹 每一根发丝都栩栩如生 手发之神奇 色彩之逼真 连祝福毛小孔第一次看到 也吓了一跳 而这些堪称奇迹的艺术品 都来自这个名叫周雪荣的 女人之手 周雪荣牛到了什么程度 朱冯毛小孔了解到 蜡像的制作在中国 还是一门冷门艺术 目前没有一所院校 开设专门课程 更没有任何可参考的标准 想干这一行 一切都要靠自己从零摸索 而周雪荣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摸黑探索了二十多年 从采集人物 三地建模 再到创作泥稿 硅胶质模 上色化妆 将上万根毛发 一根根亲手重进皮肤 六百多尊蜡像 每一尊都凝聚着他 上百个日益的心血 他的作品逼真道 就连摆放在展会现场 都会被看成真人 而受到保安的驱赶 一朝成名天下惊 如今的周雪荣 终于让中国蜡像的名号 响彻了全世界 就连英国杜沙夫人蜡像馆的总监 都曾两度亲自来访 惊叹不已 更值得一提的是 做蜡像二十年来 周雪荣的创作对象 从不局限于所谓的明星偶像 无论是科学家 画家 艺术家 还是农民 工人 大爷大妈 他都一视同仁 创作主题 更是遍布街头巷尾中华大地 有观众称 她是中国版的杜沙夫人 可她却说 艺术的价值不在于模仿 我们中国的蜡像艺术 应该拓展自己的心路 慧眼观万物 双手造众生 行神兼备 注入灵魂 这便是极致认真的 工匠精神 默默耕耘二十年 为中国首艺人扬名的周雪荣 才是真正值得转发分享的正能量 恳请